哈喽 大家好 李康好 谢谢主持 好 我们来 听到吗 好 听到 听到 好 不好意思 忘记安妮 好 谢谢李康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分享 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有关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有我们有一些爱康的产品 是怎么样可以帮助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健康的 那我先来share我的screen一下 那么首先呢就是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基本上我们的免疫系统它是一个蛮复杂的系统 主要呢它是可以分为三个防盗线 大家可以看到 那基本上第一个防盗线呢 它是一个最基础的防盗线 它是一个屏障 主要就是防止一些病原体 可能是一些细菌或者病毒 直接进入我们的身体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防盗线依靠什么呢 我们的皮肤 然后还有我们肺部 我们的呼吸道啊 我们的食道 还有消化道 整个系统里边的一些粘膜 里面都会有一些粘液 那这些呢也是一种屏障 防止细菌直接侵入的 还有一些身体的分泌物 比如说鼻子的鼻涕啊 眼睛的眼泪 耳朵的一些耳垢 这些都是可以防止病原体侵入身体的 那么如果不幸的病原体进入了我们第一道防线 可能就是皮肤刚好有伤口啊 它就很容易进来了 那就要启动第二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呢 也称为先天性免疫系统 主要是靠一些白细胞 白细胞就是我们的白血球 那白血球是怎么样呢 它会去detect 它去会侦测身体有没有一些病原体 那如果它感觉到或者是感觉到 这个是一个病原体 它就会开始去吞食 吞食的意思就是它去包围那个病原体 然后把它消化掉 来防止这个病原体作祟 那如果出现一些比较聪明的病原体 比如说一些病毒啊 那可能我们这个白细胞 它没有办法去检测到有一个病原体 所以它就会进入第三道防线了 会启动我们第三道防线的系统 那第三道防线的系统呢 是获得性免疫系统 那主要呢就是会交汇身体去产生一些抗体 因为一些特别聪明或者特定的病毒细菌呢 需要特定的抗体才可以对抗它 所以这是我们三道的防线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主要深入的进去看一下 第二道跟第三道防线的里面一些免疫细胞 那我们的身体呢有很多不同的免疫细胞吗 刚刚提到的第二道防线就是先天性免疫 那先天性免疫细胞里面的这些细胞呢 都是一些吞噬性的白细胞 那先天性免疫的反应是很快速的 只要它有察觉到有一个外来物 那它就会马上的去吞噬它 所以它的反应可能是几个小时 它就开始去工作 开始去对抗这些病毒 但是呢有一些比较聪明的 像我说聪明的一些病毒 它可能没有办法被这个白细胞侦测到 那要等一点点长的时间呢 我们身体才会察觉到 这个时候呢获得性免疫系统 它就开始工作了 那主要呢获得性免疫系统里面 就是B细胞跟T细胞 它们会两个一起工作 那它们怎么工作呢 就是它们察觉到有这些外来物的时候 就会去学习要怎么去产生一些抗体来对抗的 那我们打疫苗的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跟这个获得性免疫是相关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要去学会 产生特定的抗体 对抗特定的外来物的时候 它是需要时间 所以它会比较慢 比起这个先天性免疫呢 它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打疫苗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要等个14天 才可以说我们的抗体已经足够高了 因为它需要时间去产生 所以还有一个特点呢 获得性免疫系统是它有记忆的 它学习了之后 它遇过这个病毒 它学会产生抗体 它还把它记起来 那下一次再遇回同样的抗体的 所以同样的病毒的时候呢 它会更加快速的反应 它已经学会了怎么产生抗体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能第二次我们遇到相同的疾病呢 我们的反应就不大 因为我们身体已经会应对了 这是主要这两个系统的分别 一个很快 一个很慢 但是呢 这个慢的 它的反应会是特定的 特殊的 可以对抗一些比较难面对的病毒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两个系统 在我们身体里面运作的时候 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天性免疫了 其实这就是白细胞 那个巨石性细胞呢 它去发现到有Bacteria的时候 它会去包围它 然后把它吞进去 然后再把它消化掉 这样子呢 这个病毒就不会有 对我们身体产生一些伤害性 OK 那如果是获得性免疫系统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 这个也是巨石细胞 但是它看到这个细菌 它没有反应 它没有办法把它吞食掉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启动T细胞 T细胞 察觉到有这个病毒 有这个细菌 它会去学习 去观察这个细菌 然后再去通知这个B细胞 你要产生怎么样的抗体 去应对它 所以它通知了B细胞之后呢 B细胞就会开始制造抗体 然后这些抗体呢 就会附着到这些病原体的身上 去综合它的毒性 这样子呢 这些病毒啊 细菌啊 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一些比较常问的问题啊 有关Alpha Hex的问题 那第一道问题是 为什么需要使用MIME 来平衡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首先MIME是一个 一个我们主要的活性成分 这个活性成分就是Alpha Hex里面 主要的萃取的成分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 这个那么特别的成分呢 来平衡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首先呢 我们必须知道 有时候我们说要很强的免疫系统 很强的免疫系统 其实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最重要是我们要有一个正常 平衡的免疫系统 所谓的良好啊 这个平衡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 它失衡了 它可能会是过弱的反应 或者是过强的反应 那如果反应过弱的话呢 我们的系统会怎么样 它会比较低下 可能它会对一些没有伤害性的东西 它反而会有免疫反应 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很容易过敏 对一些很普通的 一些可能我们说的花粉 或者是一些食物啊 会过敏 因为它 不好意思我讲错了 我刚才是在说过弱吗 再来一次 过弱的话呢 就是如果它侦测到一些 有伤害性的东西 它会没有感觉 所以它不会产生那个免疫反应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很容易受感染 所以如果是过低的话呢 就很容易感冒啊 伤风啊 咳嗽啊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是过低的话呢 就很容易会 身体啊 没有办法去 我们的免疫系统 没有办法去侦测到一些 异常细胞的生长 所谓异常细胞的生长 可能是肿瘤啊 刚刚你说的水瘤啊 这些都是一些异常细胞的生长 所以如果过低的话 它没有办法去 去很正常的去反应 对这些病毒侵害物 或者异常的这些肿瘤的生长 产生正常的一个免疫反应 去对抗它们 相反的如果过强的话 就是刚刚我 我刚刚先提到的 过强就是 它会面对一些 没有伤害性的东西 它也会跟你制造一些反应 比如说刚刚我说的一些 对花粉过敏啊 对食物过敏 对一般的人来说 这些是很正常不过的物质 但是进到你的身体 因为你的免疫系统过强了 它会把这些正常的物质 当成是有害的物质 这个就会造成过敏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它过强啊 它不只是对一些 没有伤害性的外来物 觉得它有伤害性 它甚至会对自己身体的细胞 一些正常 正常不过的细胞呢 产生免疫反应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发生一些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就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身体 所以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情况 像牛皮血啊 或者SLE SLE我们中文叫做红斑狼疮 这个病毒 就是我们可能各个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受到破坏的 比如说有些人是皮肤 有些人是关节 有些人是肾脏啊 血液啊 我们的神经系统都有可能 OK 还有一个也是很常见的就是内风湿关节炎 所以这些发炎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强了 所以我们的系统会自己攻击自己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MIME去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免疫系统 不是过强就特别好 过弱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要达到一个正常平衡的状态 那接下来呢 是什么让这个MIME这个成分啊 Alpha Hex里面这个MIME到底它在调节免疫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 为什么它会有这个良好的反应对我们 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其实MIME是什么东西 那主要呢 MIME是萃取来自这个超级孤逊类里边的一个成分 我们叫做Acetylalpha Glucan Glucan就是华语就是乙鲜化的Alpha蒲聚糖 OK它是一种蒲聚糖 那蒲聚糖它有分Alpha Beta的 那这边采用的是Alpha的蒲聚糖 那当然为什么要使用这个Alpha的Glucan呢 因为它的分子量很细小 就是它体积很小很小 所以其实人体吸收东西的时候啊 一定要追求它的分子量够小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吸收的时候 越小它越容易进步 那么如果它的吸收效果特别好的话呢 它就对我们身体里面产生这个NK细胞 NK细胞是其中一种免疫细胞 那它吸收的好的话 它会让促使我们身体去生产这种免疫细胞呢 更加有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的对比 这个是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Alpha跟Beta的这个蒲聚糖 Alpha的蒲聚糖 它的分子量就好像一个葡萄那么小 它只有5000个Delton 那比起Beta蒲聚糖 Beta蒲聚糖也是可以在很多孤类里面可以摧取到的 但是它的分子就是这个Alpha的20倍 好比一粒大西瓜 所以如果我们要吸收的好 效果好 当然我们要选一个分子量比较低的 那对我们的吸收 还有我们生产 有助我们身体生产这个免疫细胞更好的效果 好那第三个问题 MIME在改善我们免疫健康 有哪方面的一些临床用途 所谓的临床用途就是有经过一些临床的研究 显示说它是对这方面是真的有效的 那其实MIME它有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临床研究 我也没有办法在这边 每一个都给大家呈现出来 但是只是关于MIME这个临床研究就超过400项那么多 那在改善我们免疫健康方面呢 就包括了 其实我们说改善免疫啊 基本上你身体的任何的问题 敏感啊或者是感染啊 发炎啊 细菌 细胞的一些异常的生长 都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的 那根据我们一些有这种MIME的临床研究呢 就有显示说可以改善哮喘的问题 结肠炎的问题 还有感染流感 他们一些康复啊 他们感染的程度啊 还有存活率啊 都是有改善的 还有对于异常细胞生长等等 都是有这个临床的用途的 所以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基本上这种免疫的效果呢 都是能够第一 减低感染的程度 第二 缩短康复的时间 还有第三 提高存活率 因为有一些流感啊 他们是非常致命性的 那根据MIME这个临床研究都有显示说 给一些病人使用过后 发现他们的生存率提高 然后康复的更快 然后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 这些都是一些跟 针对免疫有关的一些临床研究 好 那 这个问题啊 就是对于一般的人啊 热肠的补充重要吗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健健康康的 那我需要MIME吗 那当然 根据研究来说呢 一般健康的人士啊 服用MIME 也是可以 维持 帮助我们身体维持免疫功能的 因为其实我们正常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体内呢 随时会发生一些 细胞 变异的问题啊 他会突然间 哎 生长的很奇怪 会有突变 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我们的免疫功能 去帮我们消除这种异常的细胞的 当他出现的时候 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保持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 好 让他可以快速的消除任何这种有突变性 变异性的细胞 那根据一些临床研究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是通过健康人士的一些研究 有发现说呢 服用MIME 四个星期之后呢 身体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呢 增加了55% 所以其实你没有病痛 也可以去服用 那他也可以帮助提升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 那除了这个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啊 even在一些乐龄人士 就是说60岁以上的朋友们 他们服用了 也是可以提高他们T细胞的这些 还有一些细胞因子的生产 高达150% 所以刚刚有学习到吗 T细胞就是我们第三方到先 那个去对抗很聪明的那种病毒的一些免疫细胞 所以我们是需要这些MIME这个成分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胞 免疫细胞的生产 还有他们的活动的 那有哪一些产品呢 是可以跟这个MIME配合服用 可以跟AlphaHex可能一起配合补充呢 好让我们有更好的免疫健康 当然Icon有好几 一个系列的 都是对我们这些免疫系统有帮助的 那除了MIME就是AlphaHex呢 我们还可以配合其他的补充剂 比如说蓝藻 刚刚也有Sherry提到这个蓝藻 还有我们有牛粗乳 还有维生素C Estasy 还有Kington 那么主要呢 就是我们其实讲到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 我们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要给身体足够的营养 营养素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要滋养我们的细胞 滋养细胞需要很多不同的营养素 所以在这个蓝藻里边就有60种不同的营养素 必须的营养素全部都在里面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牛粗乳 还有我们的Estasy 主要是帮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 免疫细胞 比如说牛粗乳里边就会有我们说的一些免疫因子 IgG IgA IgM 这些都是身体的抗体 然后Estasy 维生素C 大家都知道的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提升它的功能 减低一些我们感冒的症状 或者是减速加速那个恢复的时间 最后就是保护的作用 Kenton呢 就是有很多研究也是有显示说 它可以提升一些淋巴的细胞 巨石细胞 就是刚刚说的白细胞 这种T细胞这种的生产 还有它的功能 所以如果配合全部一起呢 都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专心的听我的课 好